大家好 到了4月份之后 很多长寿花花朵都已经开谢了 那么还在开的一些 就是一些晚花的品种 就好比这个长寿花也是一样 那么这个工登长寿花 它开花时间会比较晚一些 它的花期会比较长 能够持续开到6月份左右 现在还在开花呢 就属于比较正常的 那么像这个工登长寿花 在它开花的时候 应该怎样去管理 才能够延长大的花期呢 因为这种长寿花 它开完花之后呢 会出现一个结果的现象 那么在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注意几个方面 能够有效的延长它的花期 第一个就是养护的位置 一定要足够的通风 避免这个长寿花 出现虫害的问题 因为工登长寿花 它的叶片比较浓密 整个灌服呢 会长得比较的密集 那么像这种情况 就比较容易出现 这个虫害的问题 我们把它放到通风的位置呢 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这个虫害 第二个就是减少阳光的照射 在长寿花 它花朵开出来了之后 我们给它少一些光照呢 能够让它的这个花期更长 让它的花朵开放时间呢 更长久一些 如果一直把它放到一个 全日照的环境下面呢 那么这盆长寿花 它的花朵就会过早的凋谢 因为光照呢 能够促进这个植株的光合作用 和营养生长 那么就会排斥 它这些花朵导致过早凋谢 第三个可以在它花盆里面呢 给它多补充上一些养分 给它用这种增根状化型的营养液 就可以了 能够增状它的花朵 这种营养呢 是针对花朵而设计的 能够让这盆花朵呢 它的花期延长 我们每隔七天左右呢 就给它交一次就可以了 正常情况下 不给它做处理的话 这盆长寿花 它的开花时间 大概是半个月到20天左右 如果用上这些方法 用得好的话 它的开花时间 能够达到一个月左右 其实养这个长寿花技巧用的大卫呢 它的花期是可以延长很多很多的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